由于目前国内港口还处于竞争阶段 基隆港一旦有四街的威胁 之后船班可能流到其他的港口 因此基隆在地的港航界非常担心 因为四街东一岸的关系 恐怕让基隆港的运输状况一落千丈 没有船班愿意进入基隆港 港航界相关工会理事长来到市政府 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 向市长传达港航界的心声 尤其我们在座的港口代理 港口的撰卸业 港口的一些安排的理货业 因为COVID-19的一些规则 造成成本的增加 人员调度了困难 所以我们经过这三年的困苦以后 现在又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些今天是我们要来跟市长成型的地方 不要让基隆港几百年以上的天然两港消失以无形 让这些港口靠港口引印为生的所有的这些朋友 大家陷入困苦的境界 而针对台电提出四街东夷操船模拟结果 第三方验证会议 但港航界认为台电方面必重就轻 没有反映真实的现况 假如西洋黄坡迪拆迟100公尺的话 不只是LNG船的一个要进港会发生困难 就一般的常态船都会有进港的一个危险 那假如说它是400 那个西洋黄坡迪全拆230公尺的话 那又会造成说 基隆港内的一个静稳度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在港内的静稳度 它就不会平稳了 但你想刚才我们李理事长也强调到 基隆港是一个天然的两港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对 很多船舶的一个避风港 但假如说因为静稳度不够 不要讲台风时期 或者像极端气候的一个影响 就像平常时候它船舶都起伏 会一公尺以上摇摇放放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船舶的装卸 甚至会发生一个断然的危险 那我们要试问台电 这个他有没有讲出来 不能一直在避重就轻 不只一直在轻描淡写 因为台电有讲到 我们不会影响基隆太多 我们只会一年24条船 那我们想要请问你一下 你一年24条船 那你的占有力不高 使用力不高的话 那为什么不要跟其他的天然气 接收站来整合呢 为什么非要在基隆港外海来做呢 因为你闲置力很高嘛 那而且会对基隆港有这么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还请问他呢 那假如2050年近零碳排放的话 你台电能确保那时候的政府 他不会不使用LNG吗 那你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吗 那只为了短短 因为我问过台电 假如说目前允许来做 到做好要32年 2032 那到205年短短18年期间 假如那时候全国认为极端气候影响 大家要求全部净零碳排放的时候 那未来的那个政府 那时的政府他觉得说 我也要净零碳排放 但是你已经把基隆港 已经在外面建设了这个 接收站了 那基隆港已经被你破坏了 已经不能伤害自身的话 那你那个也不能使用 那我们问你 这个比例的原则在哪里 这些年基隆港 从有台北港的人工港以后 基隆港的船舶靠岸又减少很多 那我相信基隆呢 几乎很多是靠基隆港 在维生的 有几万人 那么从业务量的减少 到最近世界的问题呢 又会影响船舶的靠岸 跟船舶航行的安全 那么今天如果因为世界的关系 瓦斯船在这边进进出出呢 影响我们船舶的停泊 那么几万靠港 营生的这些老百姓呢 那又要将如何的去过日子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来拜访市长的请求市长 能够照顾靠基隆港 营生的这些老百姓 目前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后 经济已经明显受伤 如果再加上四街的威胁 基隆港的整体风险势必提高 会不会影响到 后续传奇的安排 有待密切的观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